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了八一圈的基本手型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基本步行 我们先从马步说起 首先马步之间两脚的间距是自己脚长度的三脚 屈膝做胯 两脚脚尖双内扣 膝盖向外承扣道 形成向里向外两个方向的力 食指抓地 涌全穴寻空 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在蹲装的时候 我们的脚尖 膝盖 还有鼻子尖 在一条垂直线上 膝盖不要这样 坐跨 含胸 伐背 不要挺胸 深吸一口气 身体放松 裹臀 膝盖收腹 这就是马步的基本要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公步 公步基于马步的基础上 身体向左侧右侧旋转 后腿崩直 前腿屈膝 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脚 应该是在90度左右 两脚脚尖收内扣 后背顶直 眼睛平视 再说一下须部 须部 须部基于公步的基础上 收前腿 后移重心 两脚之间的间距 为自己脚长度的两脚左右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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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